我穿著高跟鞋 差一點就扭到腳 要從這個 小心小心 要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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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心喔 那邊那邊是不是 欸欸欸我動不了 我差點跌倒了 等一下等一下 換一個位置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我們看 南國瑜沒收質詢 我要質詢 還我質詢 請挪維名財質詢 我們挪維名財沒到場 我們就接下來 請登記第18位 同委員深探質詢 報告院會 經濟組織質詢 已尋答完畢 經濟組織 25億 100億 經濟組織 經濟組織 我穿著高跟鞋 差一點就被 就扭到腳了 還要從這個 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要擠啊 要小心喔 要小心喔 那邊那邊是不是 那邊是不是 好 那邊老公 欸欸欸我動不了 我差點跌倒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換一個位置 我們換一個位置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來來來來 我們看 我們看 媒體先會 先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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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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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有人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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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示範 不要往前點 來 有一些 說我們全區受酸的問題 需要 因為 一開始 千百點 雨季 我們兩樣 我們三點 我們就在 ordre 要臨時請我們到臉 難道用 好 謝謝學院長的一件辛苦 謝謝學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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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韓國瑜院長 因為自己主持議事的能力 非常的差勁 所以 一連沒收了今天下午所有經濟組的 立法委員的質詢權 而這裡面 絕大多數的立法委員 都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我大概2點36的時候進到議場 對不起已經被跳過了 而且被跳過的不是只有我 是今天下午幾乎所有的立法委員 全部質詢權都被跳過 跳過以後 我們跟邱志維委員 我們進到議場裡面 跟韓國瑜院長抗議 說我們這個質詢準備了很久的時間 請讓我們質詢 而且明明就是議事處通知我們 我是三點 你是幾點 四點多 他是在我後面的 是議事處通知我們三點進來 我們已經趕著在2點30幾進來了 卻完全被沒收了這個質詢的權利 我們在跟韓院長抗議的時候 韓院長完全置之不理 態度非常的惡劣 非常的傲慢 他只跟我們一直說 我是按照議事規則 我是按照議事規則 按照議事規則 你明明可以在第一個羅明財委員沒來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稍稍休息一下 讓下一個委員有時間 從他的研究室進到議場裡面來質詢 但對不起 韓國瑜不這麼做 在我們抗議結束以後 韓國瑜甚至在上面還跟我們說 你們就私下跟行政院講就好啦 我覺得這是一個對立法委員最大的羞辱 總質詢的權利是立法委員的質詢 職權 是這麼多的選民選出立法委員來 就是希望你站在國會殿堂 用個正式的方式 正式的議程的方式 來質詢 來監督行政院 但韓院長卻說 哎呀好像你們的質詢一點都不要緊 一點都不重要 我們就在想 是不是以前 韓國瑜當立委的時候 自己不質詢 現在就覺得大家都跟他一樣 韓院長錯了 我們跟你不一樣 我們非常非常在意跟珍惜 自己質詢的權利 跟你以前這種浪費質詢權利 甚至不出席 不質詢的狀況 我們跟你不一樣 我們在這邊要最沉痛的抗議 今天我們坐在這邊一排 因為下午大多數經濟組的 都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我們看到韓國一轉身走的時候 我跟志偉都在想 你是不是有行程啊 是不是禮拜五下午 你已經 你是要出去玩了 還是要出去喝酒啊 你就轉身就走 而且他最惡劣的是 他還把這個問題歸給行政院 說 哎呀 這個行政院也 他們也有他們的時間啊 什麼的 結果我們跑去問 旁邊的陳建仁院長 陳建仁院長跟他所帶領的閣員 清清楚楚跟我們說 我們願意坐在這邊等待 接受大家的質詢啊 所以行政院是願意讓大家來質詢的 但卻因為韓院長的主持意識的錯誤跟失能 導致沒收權力 事後抗議還傲慢的置之不離 我覺得我們今天在這邊要做最沉痛的抗議 我們希望韓院長要還給我們合法的 也應該的質詢的權利 韓國瑜 你現在是為了逼我跳樓嗎 為了逼我能夠趕上質詢跳樓嗎 韓國瑜你是一個過去說過 能撈就撈能混就混的人 但是我林楚音不是 可是為了趕上這個質詢 我差一點從中心大樓八樓跳樓下來 大家不要覺得荒謬 因為我是今天最後一個質詢的 議事主通知我四點二十分到立法院的議場當中 我兩點半的時候就已經在立法院跟助理來核對資料 但是韓國瑜在下午兩點三十七分 花了十五秒鐘念過我的名字三遍 我跟大家報告 中心大樓的電梯我至少等了三分鐘 那一刻我心急如焚 我想著我是不是跳樓跳下去比較快 等我趕到議場的時候 包括洪生漢委員 邱志偉委員的抗議都已經結束 我從議場的後門衝進去 我看到即將要離開的陳建仁院長 我問他院長怎麼回事 為什麼我的質詢圈被韓國瑜沒收了 你們不願意留下來嗎 你知道陳建仁院長跟我說 我也覺得非常的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韓國瑜連休息都不願意 今天一個國民黨的立委 他不願意質詢 導致後面的行程大亂 韓國瑜如果你有點良心 你將心比心 你今天真的是一個為民紅蛇的立法委員 所選出來的院長 你就休息個三分鐘五分鐘 我們都在研究室裡面 但是你今天是因為今天下午 是星期五的下午 你趕著去其他的行程 要離開立法院嗎 你又沒收我們現在所有在場委員的質詢權 就只是為了成就你想休息一下嗎 我今天穿了超過十公分的高跟鞋 我一路從中興大樓奔跑過來 我只是覺得說 如果今天韓國瑜是用這種方式 來面對立法委員的質詢 認為說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的執行 隨意沒收就可以 因為現在 國民黨是全立法院最大黨 韓國瑜你是院長 所以你做了算 所以你要用這種 壓吧 抹殺我們質詢權力的行為 那我要告訴你 我希望全國的觀眾看清楚 韓國瑜沒有變 他依舊是那個 能混就混 能撈救的韓國瑜 因為他只花了15秒鐘 沒收了我的15分鐘的質詢權力 我要嚴正的向韓國瑜抗議 我要質詢 還我質詢 難道說你今天要逼我從中興大樓 八樓跳下來 只為了阻擋你嗎 請你回應我 小明星快樂 小明星快樂 小明星快樂